因为有可能会造成下水道堵塞 而另一种说法 则是为了方便后来者没带纸的时候 能够找稍微干净的应急 因为胡椒是兴奋剂 除此之外还不能吃桂皮 八角 花椒 香叶等等 起因是一位拉斯维加斯酒店的女清洁工 她从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位富豪用过的小雨伞 随后提取种子 让自己成功受孕 怀上了富豪的孩子 并成功起诉富豪 索赔了两千万美元的抚养费 为什么章鱼被怀疑是外星闻名的产物 因为章鱼有九个大脑三个心脏 能编辑基因 智商还高到无法理解 为什么很多赛车不安装挡风玻璃 因为可以减少风阻 为什么深棕色被定义为最丑的颜色 因为根据研究发现 这种颜色会让人联想到肮脏和死亡 为什么很多老人喜欢喝滚烫的水 因为神经迟钝导致的 而不是因为耐高温 所以要时刻提醒老人家 不要喝开水 为什么做引体向上规定用正手 而不是反手 有一个高赞解释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掉下山扒住了悬崖 你能够引体向上就能救自己 反之就是等死了 为什么人受伤动不了的时候 身上就会脚趋 因为这都是苍蝇产的卵 为什么南极那么冷却冻不死鱼 因为南极的鱼体液中 含有一种高分子抗冻蛋白 为什么说现代人根本拉不开古代的弓 因为100磅的弓在古代也只能算是个八级的普通兵 而如今的奥运冠军也不过50磅左右 为什么中国人很少使用钢制的筷子 因为烫嘴 对于日本排放和污水 普京大地都说了什么 他说会派专员到福岛附近海域检测水质 如果发现一丁点不合格不排除 用武力解决这一切 还说这得出了一个真理 镜子不擦不明 日本人不打不行